大家好,歡迎收看白Square Gaming 我是Nio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把海螺劍虎馬臂 有什麼厲害呢?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把劍虎本身是735弓 沒有回心 原身是450馬屬 它本身是強擊瓶 強擊瓶大家都知道 會加30%攻 如果這把劍虎充能的時候 我配裝耳塞5 這套裝其實是我第一套裝耳塞 因為本身劍虎的動作 屬於暫裝式的攻擊 而且劍虎是武盾的 武盾只可以靠回避的攻擊 當然你要避免也有很多種方式 好像我現在這樣 裝個回避距離UP 或者可以加一件回避衣裝 去回避魔魔的攻擊 但是劍虎的動作 我受限於多數都是賺裝式的打法 所以我會給他一個耳塞 而且最主要我給耳塞的原因就是 這一套裝是麻痺和攻擊為一體的 所以當你打怪的時候 你不會想讓他打停 因為劍虎的動作連貫性很高 萬一你被怪的咆哮打斷了 你要再需要去重整姿勢 那時候也是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對於這一把麻痺劍虎 我會優先出了25 來去保持持續的輸出 其次我們會加這個麻痺屬性強化 因為這一把劍虎 我們要加強麻痺屬性 而令到他可以麻多幾次 那隻怪 我們一開始都說過了 我們要屬性解放3 來去解放這一把麻痺劍虎的麻痺屬性 因為要去到3他才會把麻痺屬性完全解放 所以我們就要LV3 集中和強化持續這兩個技能 就比較相負相成 對於劍虎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有條計量條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有集中3 那條計量條是很快滿的 強化持續有什麼用呢 強化持續就是 將你那個充能的時間 由45秒變成60秒 對於我們的劍虎來說 是非常之有用的 因為他充能的時間 我們可以打出越多的傷害 或者打出越多的麻痺屬性 那為什麼我要用高魔呢 因為這把劍虎的斬尾其實是很低的 就算推將推滿他 都是藍斬 所以要用高魔 去保持他在藍斬或綠斬的斬尾 去保持一定程度的輸出 如果他充能 他的攻擊力可以去到多少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是由735攻變成921攻 因為強擊屏是直接加30%傷害 所以我們可以用集中和強化持續 去保持強擊屏的充能狀態 而令到他的輸出 未至太低 因為如果純粹是為了麻痺 我會推薦你們用土砂龍劍虎 因為土砂龍劍虎解放完之後 有300麻熟 而他300麻熟之餘 還有270麻痺傷害 如果我們用這一套 海狼劍虎麻痺的時候 我們可以配什麼衣裝呢 剛才說過迴避 其次一定要上化合衣裝 因為化合衣裝可以令到 你的屬性攻擊更加頻密 我們現在可以試一次 看看如果上化合衣裝是怎樣的 這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了化合衣裝之後 其實我們差不多每一下攻擊都有麻痺的傷害 可想而知 化合衣裝對於這一套裝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不像土砂劍斧 本身的屬性有麻痺屬 以及連屏都是麻痺屏 它本身就是靠斬擊傷害來上麻 所以我們要用化合衣裝令它上麻 上得越頻密 我們麻的怪機會就會越多 我的配裝就是這樣的 鮑鱗龍頭加一顆防陰珠 還有鮑鱗腰 藍輝龍手 有裝填擴充Lv.1 以及強化持續Lv.1 麒麟腳 屬性解放Lv.2 豬那方面 三顆麻痺屬 出這個麻塑強化 一顆縮短豬 加上大馬士格 海格 Beta 我們就集中Lv.3 兩顆鮑陽珠 加上爛輝龍手 我們可以出到強化持續Lv.3 另外再要三顆研磨珠 我們就可以出到高磨 如果你沒有麻痺珠 直接用護石出 因為護石可以上三顆麻痺 這個就是我們這套裝的最低配置 分別是要一顆防陰珠 以及三顆研磨珠 出到的技能就是 以色Lv.5 麻塑強化Lv.3 屬性解放Lv.3 高磨Lv.3 集中Lv.2 以及強化持續Lv.1 因應自己有多少顆珠 而去拼拼我剛才說過的技能 劍虎其實是一樣比較技術需求高的武器 因為他本身很多招都可以派身 劍變虎 斧變虎 已經有很多種連招 就師傅 你懂不懂用這些連招去保持平的傷害 如果懂得玩的 其實劍虎就算暫裝式的打法都可以打得很靈活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